接着讲控制疫情,才是缓解港口拥堵的有效方法。 许多港口还要求,如果船舶先前曾在印度靠拨,或在进入中国境内后,14天内进行了船人换班, 则船舶需要进行14-28天的隔离。 沿田港5月下旬发现的新病例,导致其业物量在6月的大幅削减了70%, 而这部分货物,有些则无可避免地去往了别的港口卸货。 拥堵是全球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干散货,即日市场仍旧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根据之前的报道,大约有30艘船停泊在盛佩德罗湾,距离洛杉矶和长潘港不远。 马士基此前也表示,在美国东海岸和东南部由于卡车运输延迟了两周, 集装箱滞留时间延长,供应链压力持续上涨。 此外,铁路拥堵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进口货物交货延误及阻碍控箱返回亚洲。 马士基称,在美国的平均停留时间增加了35%,这意味着总体运力减少了35%。 美国疫情也会间接加重全球航运及供应链的压力,从目前德尔塔编译毒株对美国当下的影响来看, 极有可能造成下半年的美国依然无法实现全面复工复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享受服务的支出得不到满足,势必会将支出引流到消费品上。 而今即将到来的开学季,同样会吸引众多商家持续进货,全球供应链压力继续增大。 再加上随之而来的黑五购物节、感恩节、圣诞节等美国节日必将导致全球供应链持续承压。 感恩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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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